好了,來到今天一個特別版的WirePropo秘密集會所 有明明這一集也是一集不知算不算廢遊戲的廢遊戲力量 亦都是繼續提醒大家,如果有興趣的話 其實可以多點拉我們的項目 就是這個彎區,Beyraiser,不好意思,反光 大家都知道哪個項目的 盡量拉多點,我們最近亦都會有不同的Event 大家到時留意一下 今天講的當然是這個 就是日本正印 記住今次是正印的,正牌的 真正正正是拿正Tamere版權的四驅車遊戲 有些人說,嗯? 這部影片看起來好像這麼大 沒錯,找電腦無義器玩,沒辦法,我不用Android 因為現在Android剛剛推出了 但是iOS未有的 唉,這件事比較無奈 不過不要緊,只要先玩 這個遊戲就馬上進入遊戲 先進入遊戲 因為其實我之前試過一次 接著整個遊戲被剷掉了 所以就重新開過機 因為其實到… 剷掉遊戲這個決定,我沒有什麼後悔 始終刷首抽也是常識吧 因為這個遊戲似乎 首抽也有幾大的關係 還有不知道是否用無意的關係 每一次這部份都要有段時間做的 這件事都頗麻煩 不知道之後會不會有所更正 這件事希望它有得改 如果不是的話,要代成小 好吧,這裡 如果你第一次開遊戲 你可以繼承之前其他計劃 我之前都剷掉了,不要 直接開始吧 隨便起個名字 告訴它叫什麼名字 好了,等它進入遊戲 其實不知為何 可能也是因為無意氣的關係 所以其實有時候這些按鍵 都很多時候會沒有反應 嗯… 但是很奇怪 按完之後它其實也會抖一抖 啊…真的… 嗯…這個有點奇怪 好,再等等 隨便起個名字 嘩… 這個也可能是無意氣的問題 反正經常都會沒有反應 嗯… 嘩… 給點反應也好啊 喂…喂… 喂…喂… 我已經不停狂擊了 唯有退遊戲 再來一次吧 嘩… 先進去看看行不行 嗯… 看不行啊… 嘩…先關掉它 啊…真是… 莫非是這個也對 嗯… 嗯… 好…再進去一次 嗯… 哎呀…糟了… 進去一次廢遊戲 嘩…這隻真是廢到無論的遊戲 哎呀…糟了…怎麼辦呢 先進去這裡 啊… 它經常都要問我 問我設不設定帳號 我就是不想讓它設定帳號 好了… 哎呀…嗯… 好…再進去一次 先說明了 這個迷你四區的雙標產物 哈哈… 嘩… 嘩… 這件事真的要說明啊 如果不是的話 可能有些人如目混珠呢 好… 重新進入多一次遊戲 那麼… 嗯… 都是這樣說啦 就… 我覺得這些 未必一定是關… 本身APP的問題 可能是真的 我無義氣有問題而已 那麼進入了遊戲之後呢 可以立即開始玩啦 就立即loading 那麼… 那麼… 也是有些很簡單的教程啦 那麼… 就要呢… 按住這裡啦 這樣就可以不停放電 狂充 那麼… 當然啦 放電狂充 這些電是用得快的啦 那麼… 所以這個時候呢 就要是… 啊… 這樣來… 拿電池 然後跳起的時候呢 如果你是狂按的話呢 你就可以有機會 就… 令它進入這個dash mode 那麼… 但是… 我之前試過呢 嘩… 真的按到手指斷了 都未必得 那麼… 一開始給… 一顆星先啦 那星呢 就等於是我們玩 Personal and Dragon的 那個… 那些魔法石呢 就拿來抽套的 那麼… 一開始在這裡 收了些東西先 那… 收了些東西呢 就會有一萬的… 這個… 這個… 等於… 有情Pont 和錢 拿來抽套的東西 這裡10呢 就拿來抽套的 那麼… 這裡… 這一個… 工具盒 你進去呢 其實呢 就是你改車主要的地方了 那… 但是呢 其實這件事都比較奇怪的 就是… 我現在一開始 我會有兩部車 阿豪的那部… 那部… 麥林啦 那… 但是呢 它都說明是裝著限界 那些人說什麼意思呢 就是呢 這裡裡面 你只能夠是放兩種這樣的零件 那… 那這件事呢 都比較奇怪一下 那… 換了一部麥林 就開始下場跑了 那… 下場跑的時候呢 那… 記住一下 這個呢 就是用來收信的啦 這個是Level 這個呢 就是如果是招待code 就在這裡按的了 這個是我招待code 但我轉後可能會撐遊戲的了 那… 這裡的設定 這些東西啦 這個聲音呢 就… 我暫少未知用來做什麼的 按了反正沒有反應 那…按 Next 那麼去到這個畫面的時候呢 就開始吧 就正正式式玩回場先 那… 那… 老實說 我又其實覺得呢 這隻遊戲有一樣東西呢 都比較廢遊戲的 因為其實大家等一下呢 如果看到我進去玩的時候呢 你就可能會發現一件事就是 由頭到尾其實呢 你是選擇是按和不按的 你按的話 它會衝快一點 你不按的話 那它會衝快一點 但是相對來說 你的電呢 亦都會消耗得慢一點啦 那…有時候呢 你一見到是彩虹路段呢 你就知道呢 接下來的路段有少許改變了 這裡改變了 噢… 這樣直路的 那…又或者有時候 你會見… 你…這個彩虹路段之後呢 這樣就很好的 上尺 那你就要做好準備啦 狂抽些電池啦 那…跟著呢 它一路這樣來走的話呢 其實都沒有什麼做的 除非我想加速啦 但是那些電池去得很快啊 這件事很無奈 那這個時候 咦…應該上波 不對啊 還是不上波啊 那先充一下吧 輕輕充多一點點 傳說中呢 應該是充到差不多 就可以進入Dash Mode 長按吧 這樣就充過去了 哇…狂充很遠 很遠很遠 但是那塊電池很快 沒了病了 其實你會見到 剛剛上面呢 會有條Bar 那條Bar呢 其實要是不停 按它的Screen 它才是可以進入 藍色的Dash狀態 但是前提呢 哇…你看看這麼多長 怎麼開啟啊 那所以就… 我自己的經驗 似乎是… 改裝過後就會好些的 沒有電池 那就玩完了 拿了1萬多分 那之後會怎樣… 有些怎樣的呢 那就… 難說了 但是升了級之後呢 那部車的各種不同的數值 都會改變啦 但是我之前升到五、六級呢 都仍是… 只能夠裝著限界是2的 那麼… 簡單啦 再… 不是現在的人 就是看人抽蛋最開心 就抽一下吧 抽一部車 入到去 那麼… 五顆星抽一次 好像白貓一樣 五十顆星呢 就抽十次 就送多一次 零件三十 零件三顆星 但是呢 三十顆呢 亦都是十一個零件 那麼… 抽一下車先吧 看看有沒有機會 是拿到那些五星車 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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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看看… 哈哈… 其實這個也是挺歐嘴的地方 就是… 它是會直接彈出一部車出來 沒有任何的介面 你按一下 再按一下 就是這樣就出來了就算了 這個東西也挺歐嘴的 至於零件方面 亦都是可以用這個 孖星… 這個分來買 它每日有一次是免費抽的 那麼抽… 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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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棒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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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嘩… 嘩… 超棒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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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五星零件是什麼 哈哈哈… 真是難想啊… OK啦… 然後這裡可以一次過抽十個 一大堆… 想想抽多十個 沒所謂啦… 抽完之後… 這一批零件呢… 就可以拿回前面這裡 車廂那裡 就改車了 那一開始當然要用這個 Hyperdash 如果不是對用自己吧… 兩人零件呢… 你可以選擇這個是龍頭鳳尾啦… 綠色這個是ROLLER啦… 呃… 又是這些什麼麻煩呢… 然後呢… 這個是BELLING啦… 再不是這個是TIDE 這一個就是RIM的… 但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其實都… 選擇兩種真的都頗難選擇的… 那我自己或者… 現在就決定是用這個BELLING先啦… 好啦… 再進入多一場看看… 究竟呢… 會搶多遠啦… 哈哈哈哈… 對了… 那我進入他這個比賽啦… 這個LODING有時候都頗麻煩… 都… 都LODING得多久啊… 還是可能真的電路的問題呢… 不怪你啦… 那一路他會自動跑的啦… 呃… 咦… 似乎我部車是不是設定有些問題呢… 嗯… 但基本上都會見到… 就是… 嗯… 根據我剛剛設定之後啦… 那部車其實是OK的… 那但是呢… 飛起身之後呢… 那條BELL… 那條BELL… 都仍是長到離開了… 那我也不知道呢… 是要按到我的手指斷啦… 還是怎樣呢… 才可以… 會有多些的機會… 是令到我快點可以按多條BELL… 那… 又或者可能是真的需要一些特殊的方法… 到時再慢慢研究… 啊…這個就是啦… 那大家見到… 是立刻會變成DASH的狀態… 那看來這部車呢… 要有一定的速度呢… 才可以… 那… 但是… 那這個就是重點啦… 其實呢… 由頭到尾呢… 我就發覺呢… 你… 只是… 就是這樣來玩的而已… 那… 好像就… 呃… 就是… 就是… 呃… 你不知怎麽算好… 因為… 你按的話… 其實你很快的電量就沒有了… 有此乎… 暫時沒有一樣東西… 是可以換電的… 那… 或者… 我可能會再試多一段時間呢… 那… 那… 再看看有些什麽… 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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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本上這個帳戶呢… 我都想著… 都是橙的… 那… 始終… 哇… 抽到那部三星车… 那… 也都… 沒什麽必要留的… 是吧… 要留就留回它… 不停洗洗四星吧… 那… 現在這樣… 幾部車…都… 流流地… 算了… 橙的帳戶… 四十次啊… 嘩… 我沒有素材啊… 真是這些… 研究一下先啦… 研究一下先啦… 那… 今天就這樣看到這裏先啦… 那… 多謝大家支持啦… 那… 亦都是… 大家支持的話… 盡量是like多些… 這個是… Beyrazer 的專頁的… 感謝…